疫情延烧 台中剩下大约有4万剂的疫苗 很多诊所因为莫德纳用完了 在周六就已经停打 那本来有预约的民众却是扑空打不到 骂声连连 那么至于随到随打的外展接种站 也变成了限量工艺高端还有AZ 台中这周将会陆续下货4万多剂的疫苗 想打的民众可得再等等 疫情确诊飙升 在线疫苗热打潮 不顾疫苗数量尽量请红灯 民众跑来诊所要打疫苗却扑空了 本来我日后今天要打 诊所靠近说没有疫苗 也很好 我打北京问也是都没有 叫我们打第三剂 没有疫苗人打 你要打第三剂 是打到上个礼拜六 那这个礼拜是没有疫苗可以打 那至于下个礼拜 是不是还有疫苗可以打 就要等礼拜三 卫生所通知以后才知道 没有疫苗可打 诊所在周六停止接种 也暂时不开放预约 社区民众急着强打 频频来问 台中和其他县市都面临到疫苗 恐将不足的窘境 诊所停打 外展接种站也没有莫德纳 这周改为限量供应高端或是AZ疫苗 让民众随到随打 而新一批疫苗包含莫德纳AZ与高端 将在这周陆续下货 供应台中总计4万多剂疫苗量 第一剂接种行概率高达88.6% 第二剂为84% 第三剂为60.6% 目前上节存AZ疫苗约1300剂 莫德纳疫苗约1.3万剂 高端约2.8万剂 卫生局每日监控接种进度 并向中央申请疫苗调拨 本周合并院所及外展接种站 均以提供高端级AZ疫苗为主 剩余的1万多剂莫德纳提供给医疗单位 在还没大量供应前 许多诊所都没得打 至于长辈第二剂追加 青少年追加剂与儿童打疫苗 也必须等疫苗量充足后 中央地方规划齐了再来开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